那么一个就是育龄妇女 特别是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规模下降 十三五时期 20至34岁的生育旺盛期的妇女 年均减少340万人 数据统计显示 2021年和2020年相比 就减少了473万人 因此讲 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的规模下降 这是带动出生人口数量下降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是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前90后00后 作为新的婚育主体 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是在城镇里面 受教育年限更长 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 婚育推迟的现象十分突出 婚姻推迟增加了女性终身不婚的可能性 因此也进一步的抑制了生育水平 同时生育医院持续走低 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的子女兽 我们也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2017年当时调查位1.76个 2019年调查位1.73个 那么到2021年呢 已经降到了1.64个 三是生育养育教育成本 偏高 这加重了家庭的顾虑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 住房教育就业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 生育养育教育成本是居高不下的 加大了年轻人的生育顾虑 相关的配套的支持政策呢 也不太衔接 托育等公共服务呢 不太健全 让许多年轻人在生育的问题上呢 犹豫不决 往而却步 此外呢 新冠肺炎疫情呢 也对一部分的群众呢 在婚姻安排上呢 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